好的朋友们啊大家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那么呢今天是2021年7月5号 又到了咱们这样的一个星期一的一个时间 好新的一周啊新的行情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旁边啊 有什么样的一些机会 好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欧元啊 欧元的话啊那么呢 目前的走势啊 其实呢整体都还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预测范围之内 那么呢上周五的一个飞龙数据啊 把这一步行情成功从这个底部啊 往上拉了一下啊 所以说呢整体的话欧元四小时级别的结构 那么呢当下在这个区间里面 还是表现符一个震荡的阻势啊 这是他四小时级别啊 我们会去判定的一个行情啊 还是一个震荡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小时级别的行情啊 一小时级别的行情朋友们啊 其实呃今天的支撑压力位啊也都很清楚啊 那么呢呃我首先给大家画一下 日内的第一个压力位啊就在这一块啊 他想要往这个上面走啊 那么呢必须啊突破这个位置的压力 然后再上去 这是他这样的一个啊比较重要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多空分数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支撑啊支撑当然就在啊上周五飞龙打的低点 所以呢欧元短期的话啊可能还是看这个区间里面的一个操作啊等走出这个区间里面才有较大的可能性啊 所以说呢这个是欧元那么呢呃还是拼震荡的一个整体的走势 然后关注我给大家画的支撑压力位置 然后如果这个压力位得到突破 那么呢我们可能会寻取一个通道的走势的一个看法啊 所以呢呃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压力位那么就在这个上面了啊当然这还比较远啊 那么呢我们可能会预期他走这样的一个通道的结构啊 当然他要想完成通道的结构 他必须突破啊今天日内的这个压力位他才能到这个上面来是不是啊 所以呢这里是他的第二个压力位置啊 那么呢呃这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通道的走势啊 这是一个通道的走势呃 然后的话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英镑啊 英镑的走势的话呃其实呢朋友们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 整体啊四小时级别的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呃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啊下降趋势之中的一个震荡啊 是不是然后呢在上周五的一个非农数据啊 也是成功打上了一波行情啊 那么呢目前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啊短期的走势还是看这一块区间里面的震荡 还是看这一块区间里面的震荡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一小时级别的行情朋友们啊 那么呢其实当时有给大家去画这样的一个啊通道啊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啊这样的一个小的通道已经出现破位 大家看到没有这一个通道它已经出现了一个破位的走势 如果今天往下回踩啊这里应该是一个日耐的多点啊 是不是他已经突破了 所以啊大家关注这个位置的多啊就是英镑的一个情况 好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样的一个黄金啊黄金的话 其实朋友们啊大家来看一下整体四小时级别的结构 整体四小时级别的结构的话还是非常的清楚 那么呢目前来看还是这样的一个震荡 对不对啊还是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走势啊 非常清楚的震荡啊 那么呢所以这是黄金四小时级别的结构 不需要做太多其他的思路 那么呢当下欧英镑的黄金的四小时 还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震荡行情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小时级别啊 一小时级别啊 那么呢光镜的一个压力位啊 也就是在这一块啊 这依然是日耐的一个光镜的压力位啊 然后大家可以去画一个这样的上升趋势线啊 那么呢目前局部啊是一个比较清楚的啊 往上在走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一块可能会是今天日耐胶着的地方啊 所以说朋友们啊今天的黄金啊大概率啊 可能就是在这一块区间里面会形成一个震荡啊 然后呢在这一个位置里面如果他突破了就有可能继续往上走 如果他破趋势线有可能继续形成啊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走势啊 所以呢接下来黄金要跟他具体的走势目前在重要的光镜的压力位置负积 如果上铺将往上会打开空间如果这条上涨的局部趋势线下铺有可能继续保持这样一个震荡的走势 那么呢这个位置大家需要重点的去关注啊 好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云游啊云游的行情 其实朋友们四小时级别的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啊 这还是我之前给大家有趣化了一个通道是不是啊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四小时级别的结构 并没有太多其他的一些新的一个看法 依然保持这样的一个啊通道的思路就可以了 那么呢就是当下云游的一个行情 好那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小时级别的行情啊 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那么日内啊第一个压力位啊在这里啊 是不是他这是他局部的一个震荡 然后呢往下的支撑啊在这里啊 当然最关键的支撑还是在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啊通道的位置 所以说云游啊今天呢新快新看这个区间里面的震荡 然后如果能够再往下看这个通道的支撑啊 那么呢这个啊就是大概的一个整体的走势好吧 好新朋友们啊今天的行情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相对来讲现在的旁边啊稍微的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偏震荡的阻势 大家找准支撑压力位置去做啊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更及时的外汇交易机会 可以关注我们阿萨社区公众号 联系助理进入社区微信群和直播间就可以了 最后呢祝大家交易顺利 我们在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